长达十个月的孕期 是一段兴奋与不是并存的时光 在喜悦的期待小天使得降临的同时 烦心的事也接踵而至生理上的变化折磨 会让准妈妈们身心疲惫 想要缓解孕兔所带来的不适 孕妈在备孕期开始就可以食用燕窝了 孕早期可以少量进食 燕窝含有准妈妈们所需要的营养元素 还能调节内分泌系统而且燕窝养胃 可以缓解呕吐所引起的胃内不适 怀孕后孕妈们会食欲减退 有挑食燕油腻等反应 营养得不到补充没有储存足够的铁 就很容易出现贫血的症状 燕窝含有铁等微量元素 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如果搭配红枣红糖等补血佳品 改善和缓解贫血的症状会更好 接下来想要改善体虚的症状 准妈妈们在孕早中晚期 都可以食用燕窝来调节 燕窝中富含脱液酸和优质蛋白质 能增强孕妈的免疫力和体力 孕期少生病 有足够的体力应付分娩时 大量体力的消耗 令孕妈和宝宝都更加强壮 还有想要改善孕期抽筋的现象 晚期可以食用燕窝来辅助缓解 因为燕窝本身含有少量钙物质 最后想要预防或改善妊娠纹斑 准妈妈们从备孕开始 食用燕窝效果会更好 也可以改善睡眠质量问题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燕窝知识